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华尔街六都 我是小杨 大家都很关心俄乌战争的进展 在当地时间的5月5日周五 俄罗斯方面布置在乌东前线的军事力量 据报是撤退了 根据法新社在美东时间5月5日下午的报道称 俄罗斯周五下令将有孩子的家庭和老人 从乌克兰南部的俄罗斯控制的前线地区撤离 因为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炮击 据报是增加了 俄罗斯就任扎波罗热州的州长 叶弗根尼·巴利茨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过去几天敌人加强了对于靠近前线的定居点的炮击 他说 因此我已经做出决定 首先疏散儿童和父母 老人 残疾人和医院病人 他说 将从18个地方临时疏散 这包括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霍达尔镇 该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自冲突的第一天起就被俄罗斯方面控制 现在也靠近前线 这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几个月来 乌克兰一直在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进攻 一些分析人士说 最近几天的破坏性袭击和俄罗斯防线后方的远程打击表明 这次的反攻已经迫在眉睫 而另外一边 在当地时间的5月5日稍早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事集团的创始人 叶弗根尼·普里戈金 在他们的新闻处Telegram频道发布新视频 这次他的视频更加激进或者更加激动 他在视频中向俄军的高层激动喊话 有人数了他总共前后有9次爆粗口抱怨弹药短缺的情况 并且威胁要在5月10日后从巴赫木特前线撤离他们的部队 在一段视频中 普里戈金手持电筒照明 站在树牌身着作战服的实体前 指称这些都是瓦格纳集团在过去几天战斗中损失的人员 普里戈金说为了顺利庆祝9号胜利日 瓦格纳部队将在巴赫木特前线待到5月10日 他也要求俄罗斯军方在瓦格纳武装人员撤离后接管阵地 剩余力量撤回瓦格纳补给营地 以便舔食我们的伤口 这是他的原话 对于这一消息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负责回应 克里姆林公知道普里戈金的声明 但拒绝就此事置评 为什么普金和普里戈金之间 普金可以容忍普里戈金频繁地在Telegram上 发出这样言辞激烈的视频 在后面我们会有讨论 连日来 俄乌双方围绕着乌冬重镇 巴赫木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此前普里戈金在社交媒体上谈及前线情况 曾多次语出惊人 还称瓦格纳集团可能很快会不复存在 虽然你能在社交平台看到俄罗斯雇佣兵头目的表态 但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在想什么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篇 在这一周我看到的一篇文章 在5月3日在媒体纽约克上一篇文章 为什么俄罗斯精英们认为普京的战争注定要失败 这篇文章反映的是纽约克记者 爱萨克乔蒂娜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助学者 叫做塔迪亚纳斯坦诺马亚的一场问答 塔迪亚纳斯坦诺马亚在2022年7月还有一篇评论文章 是刊登在纽约时报当时这个标题是 普京为何坚信他会赢 所以你知道这位是一个专门研究 现在这个俄罗斯内政内外政的一个学者 在纽约克的文章中 作者提到在过去一年时间中 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塔迪亚纳斯坦诺马亚一直在分析 俄罗斯政治是如何被入侵乌克兰 整个战局所左右所塑造 那么自2018年以来 斯坦诺马亚一直在向外界的听众 解释俄罗斯的政治环境 政治光谱 当时他还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R-Politik 这是一家政治分析公司 现在位居于法国 他最近认为战场上的进展停滞不前 导致俄罗斯上层人士 俄罗斯的精英对于普京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作者和斯坦诺马亚的交流中 他们讨论了为什么普京允许民族主义右派 批评他的政策 这里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 瓦格纳的头目布里格金 有效的国际制裁实际上可能达到什么目的 以及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布里格金的飞速崛起 对于普京的俄罗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埃萨克乔蒂娜也就是文章作者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塔迪娜 为什么后面的分析员叫做塔迪亚纳斯坦诺瓦亚分析 认为普京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加脆弱 后者也就是斯坦诺瓦亚则回应到 我们倾向于将普京的政权与普京本人等同起来 人们经常听说如果普京消失 他的政权就会垮台 然而这位对这一假设提出警告 因为普京消失了 普京政权并不会垮台 或者使他更相信后者 因为事实证明该政权可能会比普京本人 更有弹性更拖沓 更可能会变得激进 这取决于普京离开的情况 但在分析家看来 普京的政权可能会比他的寿命更长 这不仅仅是由于年龄以及健康有关的自然原因 也是由于战争极大的改变了俄罗斯自己的国内形势 普京曾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有明确的计划 愿景和资源来确保国家的稳定 但现在却显得信息不灵通 由于不决 他没有为俄罗斯如何走出这场危机 提供一个令人放心的战略 如果普京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征服了乌克兰 那就不会有问题 他不仅失败了 而且创造了一场没有明确出路的危机 这个后面斯坦多瓦亚也说 他并不是认为普京没有远见 但是普京与上层人士互动和处理军事失败的方式 加剧了对俄罗斯未来不确定性以及焦虑感 这一点在去年的9月至今年的2月有位突出 当时乌克兰是在哈尔科夫地区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攻 而西方则表现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坚定意图 普京以反西方的谩骂和威胁作为回应 有时还带有一个核威胁的暗示 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实际步骤的路线图 但现在由于前线的长期稳定不确定性已经减少 人们越来越怀疑乌克兰是否有能力从战略上改变军事局势收回被入侵的领土 然而俄罗斯上层人士的总体感觉是争取胜利的尝试注定要失败 持有这种情绪的也不仅是那些认为战争是灾难性错误的精英们 还有那些认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必须去纳粹化鼓吹战争的一群人 简单的说就是亲俄的那群人 而对于那些了解俄罗斯因制裁而面临的技术和科学发展限制的进步人士则说 普京正变得过于疯狂 而对于那些认为俄罗斯必须选择全面动员 这包括军事动员和经济动员 并将其所有力量压在乌克兰身上的人来说 普京则显得过于软弱了 此外在后一部分人中有越来越多的精英认为已经太晚 俄罗斯将不得不暂停战争 启动彻底的内部改革对精英进行全面清洗 并重新分配财产并强推国家意识形态 以便他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重返战场 普京似乎对这些都视而不见 在普京的政权中普京的赤字是越来越大 如果他不重新掌握主动权 而且后面的研究员也认为普京不会掌握主动权 因为对普京来说形势似乎并不坏 那么该政权面临的下一次危机 也可能会让他付出巨大代价 文章作者在第二个问题中也问 为何普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 去容许民族主义右派批评普京自己的政策 普京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着真诚的信念 这也是他决策的动力 他对正确和良好的反对派 以及破坏性和敌对的反对派有着明确的区分 这里就要强调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金 他在政治上对政权的损害 比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希纳瓦尔尼更大 但普京认为普里格金是一名爱国者 纳瓦尔尼则是一名背叛者 一名叛国者 很多人认为瓦格纳头目 普里格金在政治上其实更危险 他分裂精英阶层攻击军队 利用雇佣军和媒体伙伴 挑战俄罗斯政府的权威 但普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动他 在普京看来 反对派纳瓦尔尼与普里格金的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西方的工具 是敌人和叛徒 而普里格金是自己人 是真正的爱国者 虽然普京允许普里格金 但他不是敌人 理应在系统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不管别人怎么想 这也是普京和上层人士之间的 另一个明显的分歧 在作者的下一个问题中 作者提到在今年3月 出现了似乎是 俄罗斯上层人士之间 抱怨普京的泄露出来的电话讨论 斯坦诺瓦尔尔钥对此事写道 这一事件突出 俄罗斯精英阶层中 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势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惊慌和绝望 感觉普京正带领这个国家 越过悬崖走向即将到来的厄运 第二种是国家的镇压机器 和爱国集团不断增加 他们更加大声的叫嚣着流血 呼吁进行清洗 以及更大程度上去转动 本已越来越紧的螺丝 作者就问 您如何描述这些集团 以及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在意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与普京又有什么不同 斯坦诺瓦尔亚则回应认为 俄罗斯上层社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技术官僚和爱国者 技术官僚被动的执行着普京的命令 而爱国者有自己的议程 和更加保守的意识形态 比普京的要激进的多 他们正在把国家 拖入一个更加压抑的国家 这种压抑的势头也越来越强 爱国者们是急于去讨好普京 展示自己的政治价值 经常是主张戒严 全面动员 对内部敌人和叛徒采取更严厉的态度 去年 布里格金劝说普京允许招募囚犯参战 这引起了一些机构的愤怒 花了几个月时间 说服普京将招募工作交给国防部 文章还称 精英阶层两个部分有一个共同点 即他们觉得普京的政治行为 不足以应对俄罗斯面临的挑战 爱国者们对国家如何 以及以何种代价在乌克兰取胜 有矛盾的做法和设想 但他们在反对普京的政策方面 则是一致的 作者下一个问题问的是 至少根据我们掌握的有限民意数据 俄罗斯的公众对于普京这些担忧并不认同 如果你相信这些调查是准确的 你认为这种上层人士对普京的担忧 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斯坦诺瓦亚回应则认为 俄罗斯社会在不可避免的军事化 社会普遍是支持战争 忠于当局政府不容忍任何反战情绪的存在 这不一定是因为对普京的积极支持 而是一种在俄罗斯本土民众看来更理性的选择 俄罗斯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认为 外部威胁会摧毁俄罗斯 战争发生后的大半年时间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之外 但现在随着克林姆林宫越来越多的 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受害者的姿态 外部威胁越大 当局获得的社会支持就会越多 克里姆林宫通过提倡极端爱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崇拜 以及重新引入苏联意识形态和制度元素 有效利用了这些恐惧 社会正在逐渐军事化 这反过来也会恐吓精英阶层 让任何形式的意义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在作者看来 俄罗斯政权的问题不仅在于能否从内部崩溃 而在于它可能会转变为更可怕的东西 无情不人道 无处不在的数字 监控以及恐怖统治 这是因为对精英和社会而言 让步的代价意味着俄罗斯的终结 作者随后又问 问斯坦多瓦亚 你提到的普京是消息不灵通和犹豫不决 还说斯坦多瓦亚认为 普京认为目前的情况不那么糟糕 那么在其他地方 还有一些报道 把普京描述成为他是如何被孤立的 作者就问斯坦多瓦亚 为什么普京不能让上层人士放心 以及普京为什么不能获得好的信息 就是好的一个获得信息的渠道 在这里斯坦多瓦亚就回应认为 在许多俄罗斯上层人士看来 普京似乎是消息不灵通 犹豫不决 但实际上普京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者 并不总是保持一致 他对经济问题过于乐观 认为人们是真正支持他 而且俄罗斯在西方有很多朋友 普京已经开始发出强大的过滤器 以确定哪些信息能够到达他那里 他的内部圈子自我审查 以及避免负面反馈 内部冲突有效提供替代信息的唯一机制 普京是越来越少的与市隔绝 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公共活动 但是普京自己的系统却越来越封闭 助长了他扭曲的幻想 现在精英们认为 普京的个人参与更像是一个问题 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作者另一个提问也问了 国际制裁对俄罗斯的实际影响 在这里斯坦多瓦亚回应认为 虽然他也承认制裁正在产生影响 但并没有发挥预期那样的作用 人们不应该指望通过政变 反对派兴起或出现反战声浪 相反制裁将促使政权走向 更残暴降低官僚决策能力 导致种种非理性错误的选择 普京政权会过渡到 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政权 以上也是只是纽约课长文的部分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原文 好了以下就是今天所有的 这个华尔街六度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